中西合璧 他们吃饭时 有时会用刀叉 但有时又会用筷子 他们煮饭时 既用到葡式腊肠 亦会用到中式的腊味 调味方面 会用到黄姜粉 茴香粉 有时又会用到五香粉 他们有着独特的 欧亚运血仪外貌 家里的装饰可以说是中西合璧 一连三集的土生好主义 透过专访澳门独有的 种族文化群体 土生蒲人 来了解澳门非物质文化遗产 澳门土生蒲人烹饪技艺 我一幅照片 是我阿Vu和阿Vu 即是我公公和婆婆拍的照片 上面有一大桌布满食物 还有很多小朋友围着 我好奇地问 那一幅究竟是什么 他们拍的是 肥茶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 什么茶都有肥和瘦的吗 我们土生土人 我相信应该是很久的历史 因为我小时候 已经有肥茶 为何是肥茶 属于家庭式聚会 近时家庭也会有很多成员 现金 有很多酒店或酒楼 近时真的没有 只不过去别人家 做一个聚会 聚会 大人和弟弟都会在一起 所以他们会很随意地 做一些很好吃的东西 擺满了整桌 由下午到晚上 为何 因为大人有大人 自己去做一个联谊 10元就说 不通宿 其实那个气氛 真的很宽乐 所以为何 沙古鲁来说 他们有很多小吃 也有很多叫做 怎么说 正盆 其实不同种类的食物 都会在沙古鲁出现 通常人家结婚 都会放一个叫做沙古鲁 领逝 结婚 特别的节日 好像是嘉莲华会 或者是圣诞节 他们都会做一些沙古鲁 沙古鲁是一个 很起起扬扬的 很特色 很无拘无出的聚会 而且你也可以 其实沙古鲁来说 你吃完东西之余 很多时候 他们都会有 跳舞或者听歌 其实这个聚会 是由下午傍晚 很可能是延迟 到晚上或者深夜 都未定的 沙古鲁 直译就是肥茶 沙即是茶 Gordo即是肥 其实肥茶所指的是 一个很丰富的茶会 Florida虽然已经退休了 但她的生活 比退休前更加丰富 因为她经常透过 葡国、英国、日本、香港地区 等等的电视频道 去推广土生蒲人菜文化 她还会不定期地 为不同的酒店担任顾问厨师 藉此分享土生蒲人美食的烹饪技艺 今天她就特意和大家 准备了一个小型的传统肥茶 更加会示范 制作其中的一些小食 其实Bolo Menino 据我所知 有不同的说法 有个人告诉我 Bolo Menino 有个爸爸的儿子生日 做这个蛋糕给她 找了她自己家 有什么材料 做了这个蛋糕 也有第二个说法 就是这个Bolo Menino 只是节日才吃 因为Bolo Menino 本身的原材料 都是比较贵的 因为有干果 有很多只鸡蛋 所以今天不太丰富 就是这个蛋糕 真是节日 时候圣诞节 或者生日 或者零食 才会吃 做Bolo Menino 最重要的是 留意制作步骤 首先把杏仁片 揽人 和椰丝分别加热 至金黄色备用 然后可以用软化的牛油 拆在饼帽上 底部扫了牛油 就可以黏着牛油纸了 现在Florida 就将一份糖 两只鸡蛋 和十只鸡蛋黄 放入器皿 通常来说 我都会有个罩罐 一只一只打下去 预防有些蛋不好的时候 就不用浪费材料 都可以补够得到 做这个小饼制饼 最重要的步骤 就是要将一些糖 和鸡蛋黄 打到它 变成一个 纪念的形状 另外再将十只蛋白 打大概十分钟 蛋白起泡之后 就可以加入白糖 打至纪念状 然后我们又开始 另一部分的准备工作 首先将玛丽饼 放入搅拌机 打至粉状 将打好的饼粉 塞好 如果有些未打至粉状的饼碎 就可以加上杏仁片 再次搅拌 相对来说 杏仁片 它本身的油分 就不是那么重 所以我会先放杏仁片 打它 搞得差不多的时候 就可以加入懶仁 始终懶仁 油是很厉害的 然后我会加入少许的面粉 用来 让它吸收 它本身的油分 否则 它一拌的时候 它就做不开 然后加上 摊冻了的椰丝 一起搅拌 基本上我现在这个 刚才已经是 预先打了的 蛋黄和白糖 现在就是打到这个形状 好像一个 忌廉的形状 之后 这个就是一份糖 就是和蛋白打起的 打起到 就好像 是跌不下来的 它这个 就好像一个 很奶油的泡沫 那这里 就是我刚才 是 溶解了的 牛油 这个就是我们 刚才 所谓打了的 饼干 椰丝 和干果 那我稍后 我现在就可以 做一做一 这样 顺序 这样 拌下去 最后 把搅拌均匀 放入饼帽 调好温度和时间 就可以耐心等 再放入饼 热辣辣的饼 就终于出炉了 放几分钟后 就可以倒出来 最后 加糖霜 就可以大功告成了 示范了怎么做甜品 现在Florida就会示范一道咸的土生小食 Jilly Godet 炸国仔 我现在和大家示范的 俗称叫做炸国仔 不是真的过年的国仔 这个国仔就是用肉和黄姜粉 醃了的猪肉去做馅 首先将调味料放入猪肉搅匀备用 等猪肉入味的同时 可以将洋葱、干葱、蒜头 和沙葛切粒 然后拿去爆一爆它 等爆得差不多就可以加些黄姜粉 沙葛和醃好的猪肉 中慢火炆一会儿 就可以摊冻备用 我利用酥皮的效果 我用了猪油 其实很多人现在健康的问题 很多时候他们都会用生油或菜油 但是我始终都觉得如果你想做酥皮 或者做一些古代的东西 我觉得可以接受的 把低筋粉、小小发粉、盐、 适量的猪油和水拌均匀 直至不再粘手为止 然后就将面团发酵 煮二十至三十分钟 发酵之后就可以拿去做角仔皮 记住要视乎角仔皮的口薄 来加适量的馅料 扫水上去 粘着开口就可以了 最后就是用油炸至金黄色 一碟至一碟就完成了 传统的土生肥茶对装饰和摆设比较有要求 例如用水果雕成花 或者选择用精美花边的桌布 食物也会放在花纸里面 教富裕的家庭 更加会用到银器来盛载食物 其实Sharwood来说 除了美食来说 其实也是有一个 带动到一些很精细的桌子的摆设 当时比我小时的时候 女人绝大部分都不用工作 没有一个工作的岗位 所以来说 她们全程都会投入 去布置桌子或做这些美食出来 现在你们看到这些截止 是只不过一个小部分的摆设 原材料方面 当时就不是真的那么丰富 所以很多时候 她们都会用的是丝花 或者是纸 基本上的用料 去做一些桌子的摆设 甚至乎是一块镜子 她们都可以想到 好像做一个导演 所以我觉得当时澳门的女人 其实她们真的很聪明 我现在就做一个 就是做一个小时 有时候见过一些伯母做的手工艺 那这些简子来说 那这些简子来说 是 是向一些结婚宴会 领势 他们都会做得到的 其实我这里有个样子 已经是做了出来的 其实这些简子的方式 我相信是 很可能真的由中国那里 就传来的 因为我记得 我当时小时候 在邮政局 有些伯母 她们是很擅长的 是剪到出神入化的 既然今集是讲肥茶 我们当然要看看肥茶的盛况 时至今日 肥茶一般会在大型的 慶祝活动出现 例如三年一次的 澳门土生蒲人社群聚会 私人婚宴 又或者好像是 一年一次的化妆舞会 其实这个活动 就是我妈 我爷爷的年代 是一个很重要的活动 我们今时今日 我们就在一间学校 但是以前 三年年 四年年代 全部会穿着这些衣服 就会在街上游行 这个活动 还有说 有些家里会开门 会准备好 好像今天我们吃的东西 准备好这些东西 是让那些人 谁是参加这些 这个MicaNam 就聘请人去吃 变成当时是一个很重要的 很传统的肚生活动 我觉得 搞这个活动 就是给肚生 还有其澳门的人 参加 就是很好 会拿回旧的传统 出来 那些人都可以享受 享受 还有 我觉得这几年 我有参加 越来越多人参加 还有 不仅是参加 也有很多人 有穿这些衣服来玩 我觉得是很好玩 都挺特别 因为这里有很多 主要是 渤国的参加者 我都见到很多 即逃生的渤人 其实在我平时的生活中 就比较少接触 一些逃生的渤人 可能有很多 他们的食物 有很多人住做的食物 很多渤式的食物 都挺特别 可以知道他们的文化 即他们吃的东西 原来他们有这样的派对 还有他们跳舞 原来是一些不同的舞种 有很多这些东西都可以知道 肥茶是传统化妆舞会的一部分 回归20年至今日 这一项活动的参加人数 也都越来越多 大家都尽情一起玩 可以说是展现出 澳门华洋共用的 独特文化气氛 好晚安 再次非常感谢您的教授 在 rodz衡兵道中 给它赞生的宿火 感谢您的教授 我觉得还挺好 因为她的价钱 现在我们的图心抱怨 交流 可以聚一下聊聊天 其实我也很好地活动 讓小朋友認識到那些圖心圖形的夢法 很高興的 因為我們圖心圖形已經越來越少 也有很多人離開 變成我們的下一代 還不懂得上一代或現在的這一代 再加上我們吃的菜 是因為這一代的人 如果不回到自己的餐廳吃 我們根本不知道一些菜式 叫做达柱、麵字、蒲國雞等 主要是趁有一個活動 舉辦一個活動 可以大家聯繫一起 大家開心心 當然不可以單一個化妝舞會 我們會加上肥茶 肥茶也是我們土生的文化 變成兩樣東西同一時間一起舉辦 大家都會開心很多 在下一集的土生好主意 我們會了解一下土生蒲人菜和香料的故事 記住留意 宣告 感谢观看